來挺近 很拼啊 用一個頭部滑雷的方式 這是花蓮某重點栽培高中棒球校隊 出戰黑豹棋高中聯賽 以20比0輕輕鬆鬆 玩風對手的畫面 是黑豹棋奪冠的熱門隊伍 然而球員近期卻遭暴 全隊跑去KTV喝酒 還遭警方帶回 我是一個棒球員 這輩子就只會打棒球 並球來了就打 描述資深棒球學長 返校擔任教練代校隊的故事 故事中就有個場景 令人印象深刻 隊員在學長帶領下 同桌飲酒同歡 然而這間高中的棒球校隊 卻是爆出今年賽季期間 14名棒球隊隊員 到鎮上KTV為學長慶生 球員飲酒開趴 甚至還讓兩名未成年 球員喝酒 遭到警方領檢查獲 共計代為14位 然後有6至8位是未成年 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未成年 你喝酒當然就是不對 那回來 回到學校以後 學校也記夠 儘管校方事後做出懲處 球員也真心悔改 但日前中信兄弟隊 才爆出球員疑似喝酒打球的怡雲 讓老闆估重量不太開心 如今作為棒球幼苗 才正要發光發樂 基層棒球卻疑似染上了壞習慣 也做了最好示範 今天要為了言言禁語 華麟包大